2月3日,台湾演员黄少奇在社交平台自爆妻儿在美国患病,已经被确诊为阳性。 黄少奇的妻子独自带着两个儿子在国外读书,因为疫情原因无法回台湾过年。 不料母子三人却都在美国被感染,小儿子更是连续,三天高烧到40度,刚刚有所好转。 他还透露美国的防疫政策轻症患者只能居家隔离,妻子至今还没有好转,话语间可见他十分心疼妻儿。 由于黄少奇人在台湾,无法亲自照顾妻儿,只好发文革空为妻儿打气。 他表示希望孩子们平安健康,恢复之后继续努力读书。 黄少奇与李明珍很早就开始交往,独足谈了12年恋爱才走入婚姻,他们的大儿子只有9岁。 可能因为世人到中年才收获两个宝贝儿子,黄少奇格外注重对孩子的培养,把他们送到美国读小学,妻子也在那边陪读, 而他留在中国打拼事业,一家人两地分居。 黄少奇因为拍摄广告进入演艺圈,出演过《天地有情》、《单位人生》等作品, 他很早就进入内地拍戏,合作过许多大咖演员,也有着不小的知名度。 虽然已经50岁了,黄少奇却一直保持着很好的状态,身材高大健硕,皮肤紧致没有皱纹, 看上去就像30岁的样子,妻儿在一国饱受病痛的折磨,想必黄少奇一定非常焦急, 希望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早日痊愈,一家人可以团聚在一起, 也祝愿黄少奇的演艺事业越来越好。 图片来源于网络,如有侵权,联系删除。